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超哥老塔罗都获得金足奖了 你怎么不发个视频祝贺一下 那好 现在正式祝贺老塔罗获得2024年金足奖 老塔罗获得这个金足奖意义还是挺大的 这是对于老塔罗职业生涯的一个认可 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终身成就奖 它创于2003年 是由摩洛哥王社和蒙特卡洛冠军俱乐部联合主办 全球有18家体育专业体育媒体啊 然后呢 每年会从10个候选人当中选出这么一位 所以说对于老塔罗来讲 这个奖是对他过去一年的表现一种巨大的肯定 因为过去一年老塔罗是每周杯冠军 每周杯金须一甲联赛冠军 一甲联赛金须 四项重大荣誉啊 这也侧面证明了老塔罗的表现 对于老塔罗获得这个奖 从此可以说老塔罗这个奖拿到手之后 他就是殿堂级别的足球运动员了 为啥说殿堂级别呢 我不开玩笑啊 你看看我念念这些获奖名单 比如说罗伯特巴乔 内德维德 舍夫行客 罗纳尔多 皮耶罗 卡罗斯 罗纳尔迪尼奥 托地 吉格斯 伊巴拉西 莫维奇 德罗巴 伊涅斯塔 埃托 布逢 卡西利亚斯 卡瓦尼 摩德里奇 还有西罗 还有萨拉赫和莱万多夫斯基 对吧 你就看这些球员 他不都是殿堂级别吗 是不是 啊对 殿堂 殿堂啊 有一个也算吧 算吧 拿了之后 老塔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 这就对于老塔罗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肯定 当然啊 这个奖呢 就是我之前 我一直以为啊 他还是颁给30岁以上的球员 后来我又查了一下 他这个颁奖 这个门槛啊 降低了 控制在28岁以里都行了 老塔罗呢 勉勉强强够这个及格线 但是给到老塔罗啊 咱不看年龄就看表现 绝对绝对没问题 我认为你别说这个金足奖啊 你就算是金球奖 你给到老塔罗 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当然 第一是对老塔罗的肯定 鼓励 第二 这也值钱啊 因为那个金足奖啊 真的是用纯金交注的啊 是用那个老塔罗先印在那个角膜上 是吧 印完了之后 咔咔咔一交注 咔一发给你 真的 就是你给他卖了当钱花 都得换不少钱 当然荣誉不能卖啊 这个荣誉给到老塔罗之后的 我也希望塔罗呢 能够再接再厉啊 除了今年打好 明年打好 美加墨世界杯也要打好啊 未来绝对你是一个大腿级别的人物 就像我前几天 我说老塔罗 你为了金球奖 应该再霸气一点 自信一点 我认为老塔罗 现在已经完全具备 争夺金球奖的这种实力啊 只要把那个霸气 策露出来 对于金球奖的争夺 绝对是有这种实力的 包括人家技术也在那里啊 所以说呢 最后还是恭喜老塔罗 获得这个2024金足奖 好了 我是超哥 从此以后 老塔罗 就是殿堂级别的球员了 我认为老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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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老塔罗